立场保守的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终于被川普开除了 白宫发言人发出了一项简短声明 感谢班农的服务并祝他好运 班农曾为川普胜选立下汗马功劳 但是进入白宫后他因为干政太多 与白宫国安和经济高层相处不好 连川普的女儿女婿也对他不满 因此有关他离职的传闻在华府一直甚嚣尘尚 不过川普几天前刚刚赞扬了班农 作为保守派的一位领军人物 班农一直主张对大陆实施严厉的贸易制裁 几天前他接受媒体采访公然声称 美国正在和大陆打一场经济战 而且美国只能胜不能输 否则将失去世界霸主地位 班农也被视为白宫的乱缘之一 不过国会的民主党级议员认为 班农的离职仍然改变不了川普 班农的离职显示川普主政半年来离职的高层官员 已经超过十人 记者张国华 钟一婷 华盛顿报道